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后面的是东东 东东好 我是东东 这个我们常常看那个广告词讲 男人过了50岁或者40岁 就只剩下一张嘴了 40岁了 你们觉得呢 其实也不会耶 对啊 看怎么维持自己的身体状况 今天请到这两位特别来宾人 就是完全把这个说法让他破灭 知道他们到了现在还是 这只华龙啊 知道吗 来 我们邀请我们的前辈 廖俊 方俊 谢谢 根据医学研究 男人从40岁开始 不管在生理 心理上就会渐渐地开始老化 从嘴巴碎碎念 毛发稀疏甚至不举 各式各样的症状 一一地开始浮现 但男人真的年过40 就真的只剩下一张嘴吗 今天国官帮帮忙 请到方俊 廖俊来帮忙 让他们来告诉我们 男人过40 还是可以当一位活龙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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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適合 我没有出生 你超过50的出生 我体脑 他刚才说 40个一位活龙 那是你的问题 我现在三十九而已 我命到四十一回活龙 我44年住的 漂亮 碰到多是这样 要看下士 你头顿也是这样 要看下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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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知道 剛才看過六星馬丁 那是電動馬丁 我怎麼在跳舞 沒有你 等等 什麼東西嘛 你怎麼報你 我剛才說過 我們兩個學生來 不用去給他們三隻 跟我們分話 你過去自己又要吐槽 我不是分話 讓我講一句公道話 今天是陣容蠻堅強的 老中青山 這 剛才就不怕你閉嘴大廳了 沒錯 我們剛剛就講到說 男人過了四十或五歲 只剩一張嘴 我覺得在你們兩位身上 是完全不成立 對不對 像廖哥現在還在出外景 我不只是一張嘴 我還有一雙腿 還很會跑 那方大哥 方大哥也是活力十足 我最近忙到不行 為什麼 忙到老婆快翻臉 哪裡不行 不是 忙到不行 對 那閒到不行就掛 我想說 我聽說你不忙也都不行 還要等到忙嗎 怎麼早上七點拍到半夜 每天這樣搞 老了 老了 這樣就在哀 不然不哀 不然你怎麼會 我們還在做 那些年輕人 已經當作宰歪了 說得 真的 說實在 現在年輕人 真的像飼養雞 對 你不用笑 你也是 沒有 我是飼料豬 比較不一樣 好 酒 現在兩個 水 謝謝 謝謝 可以再給我一杯杯水嗎 好 你買檳榔也這樣 喝酒也這樣 沒有 買檳榔 你如果買了 你不是說 可以給我去吐杯嗎 還說妹妹就來了 好 好 金牙 太吵了 金牙 黃偉大哥 你們覺得現在跟你們年紀輕的時候 有什麼差別 這整個大環境的差別 對啊 在體力上 在觀念方面 在我們的演出沒有什麼差別 你們那個時候還要 還要那個什麼歌心證的嗎 要 要 那個怎麼考 歌心證怎麼考 他有二十首指定曲 每一首都會唱 你要在你當地的那個 那個縣政府 他教育局是嗎 教育局 教育局 或者市政府教育局 你去報名 報名之後他有二十首的那個指定曲 然後你還要再挑一首 自選曲 然後他就請當地的學校的老師 然後到時候報名的人都來了 老師在那邊彈 你要抽籤抽 抽一首起來唱指定曲 那一唱 然後他找一些音樂老師在那裡聽 聽完要給你評分 然後他 通過了他才給你那個歌心證 歌心證 指定曲呢大部分都是什麼 藍天白雲 海旋歌啊 比較進化一點的 還有什麼燕子啊 燕子啊 你來自何方 還有柳條場 柳 小調的 叫我如何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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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就對了 進化歌曲就對了 對 但是你唱這種到歌天去唱 沒有人要聽啊 對 這樣掛出來 那是為了應付 那自選曲呢 也是盡量找一些比較健康的 正面的這樣 對啊 你不能我地熱而清啊 OK啦 一個啊就沒了 一個啊就沒了 所以在考試的時候 必須讓評審覺得 你是一個很專業的歌手 他們才會給你演員證 歌心證 然後你到歌廳 歌廳 老闆第一個問你就是 你又沒有歌心證 對 所以那個沒有歌心證不能 不能 每一檔比如說 你現在我在台中拿的歌心證 我到高雄去 高雄的歌廳 要把你這一檔的歌心證 全部集合 又送到高雄的交易局去 去報備 他要蓋帳 那蓋到最後 你這個歌心證呢 也無形中成為你的資料 那光看就知道這個人紅不紅了 對啊 對不對 哇 蓋滿 蓋厲害 其實是一種資歷 我們小時候也有啊 演員證後面也有啊 譬如說青梅竹嘛 哪一年哪月拍 然後新聞局會蓋個招 你的演員證還在不在 在 那個時候分很多耶 歌心證歸歌心證 你講那個演員證 又是新聞局的 對 又是什麼協會的演員 你出國也又要再考試 對啊 出國也要考試 出國表演也要考試 也要考試 管那麼寬喔 更嚴格了 而且那時候頭髮不能像現在 有點亂七八糟 我們現在這種髮型都還可以 他也還可以 不能低於耳朵 一定要超過 不能齊裝易服 對 是 而且台上不能講髒話 你講圓你沒有關係 不能講髒話 髒話不要講啦 對 髒話不要講 對 我們前面在作秀 那時候很蓬勃喔 那時候作秀 像我們 舞台上表演就這幾個嘛 我們幾乎是 每一年都滿檔 你想請教的話 還騙老闆 為什麼 對 還騙老闆 不行 我不會文部 要來美國看我媽媽媽 我媽媽媽 我媽媽媽 變個嚴重 對 我媽媽才五十幾歲 變成說我媽媽八十幾歲 對啊 比如說今年呢 差不多三四月份呢 我明年的檔期全滿了 一年才五十二個禮拜 等於每個禮拜都在作秀 對 那怎麼休假的 沒得休假 沒得休假 其實你講的秀 它分好幾個階段 最早其他 他歌廳的秀跟 我們那個時候西餐廳的秀 又不一樣 兩個很大不同的階段 西餐廳是後來的 西餐廳是 所謂的那種 有吃牛排的那種 像巴黎寺那種 對 巴黎寺那種 去過吧 太陽城也去過吧 對 那個都有後期的餐廳秀 最早期的歌廳是 在台北最少 我看大概有二 二十家到三十家的歌廳 我們在台北最少 我們是從南部上來 想要到一家歌廳 大大小小 它門口都貼滿了相片 對 我們在那邊看 看那種流水 對 從什麼時候能夠到這邊來唱 而且我告訴你 那時候賣黃牛票的 光是賣黃牛票都可以買大樓 可以買樓房 賺成這樣 A瘋掉了 一天不管你集場一定爆滿 那個時候就是大家 等於說大家休閒活動 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看歌廳秀 看明星嘛 那時候也最多三台 看明星是很難的 以前上台唱的時候 他是連走路都有規矩 一定是這樣 這叫颱風 這叫颱風 颱風 各位親愛的來賓 現在為您演唱一首 什麼歌什麼歌 手也不能亂比 對 不是像你們現在一陣子 當我們在中邱 那叫人家說 這個人真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不能上台 感覺起來 那個時候歌星表演 穿的衣服比較華麗 很端莊 真的很端莊 比較當回事對不對 沒有說像 感覺是秀 對…沒有這樣 哪有像你們現在那麼隨便 製作單位 你看我們也太隨便了好不好 換一下服裝好不好 下禮拜給你們 大家救救吧 對啦 叫你們穿大禮服裡面是頭痛了 對啊 我們如果穿大禮服 我們反而不會表演 對啊 會就變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幾個老藝人 你可以看他的服裝隨時出來 到現在他都這樣 林聰先生 對 專輸 專輸 你不要學他 你叫他學林聰 他在學林聰 喂 他們打我 藍天寺蓮木 他怎麼唱藍天寺蓮木 蓮木 你害我 那當時兩位的薪水 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在立生歌店是還好 因為很難進去的 而且那是很... 等於是國家音樂廳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當然是那種表演殿堂 所以你為了求名 你就不求力了 是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那兒 你能夠上台已經不得了了 那可是你在那個歌廳唱完以後 你到中南部不是 我在這一家出來的就是掛鐵牌一樣 那也不一定 那時候以電視為主 電視明星下來就不得了了 然後你演過一齣連續劇 收視力很棒 男女主角下去 包括配角 已經都抱到不行了 是... 問幾百多人 問你那時候薪水多少 你是不敢說的嗎 沒有啊 他說一萬八 一個月 你一出道就有一萬八 我在什麼 你是土匪 土匪 你民國幾年出道的 不是說土匪 那時候 那個老闆要簽字 可能換來是喝酒水的樣子 你有謝謝你嗎 沒有換來謝謝你 謝謝你 而且... 你是幾年出道 你幾年 我六十四年 四年的一萬八 六十四年 你這麼年輕啊 沒有啦 我不知道你那萬 他就... 因為你在外面看 我好像要叫你阿姊的你 不要來進去 我不知道 我六十四年一萬多塊 已經算滿高的 我五十八年 民國五十八年出道 小康一歲 一歲 不管你幾歲啦 不用畢業啦 我在台中聯盟 那個時候就像他講的 要上台 有機會上台都已經很少了 所以透過朋友的介紹 好 你先來客串 客串三個月都沒有錢的 每天到 每天到 有一天颱風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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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告訴他 那都沒有人問他 關起來 就像剛才一個黑日桑 那個黑日桑是 在台中聯盟每天在聽歌的 看著我 你又來了 我又來了 今天沒開的 可能是啦 來回來了 又回來了 唱了三個月 然後有一天突然那個 那個老闆叫我去 發了薪水給我 第三... 第四個月他發薪水給我 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月薪喔 月薪一千兩百塊 已經快感動得掉眼淚了 那個時候的駐唱歌星 是一千五到一千八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千五一千八 在南部的話 所以你講一萬多 新人是萬八塊了 也不錯 他講的是四十年前 五十八年啦 不叫四十年 那亮哥你是怎麼會 喜歡表演 那個時候我讀高中的時候 那個剛好 洪老師 洪一峰 洪一峰老師 在台中有一個音樂教室 他上面教學生 我讀到最後就 剛好那一年 留級啦 還正常的 對啊 留級了 我媽媽就 這個當中我就有在跟他學了 因為我初中留一次啊 高一又留啦 我就沒有人留第三次了 算了我不要再讀了啦 那我媽就讓你去學個功夫吧 我說不要我要唱歌 因為早期的歌廳 他歌星歸歌星 演員歸演員 我們在台中表演的時候 一票人 下去那邊就是作秀 演一個短劇 那老闆就覺得說 有的時候啊 一個演員出來說兩句話而已 他也要給他三百塊 對 也要付他觀光給他火車 觀光澳的那個車票 還要給他住 很麻煩 有一天我們那個經理就來 我們駐唱歌星自己來 自己來演戲 他排了 我們第一次都沒有演過 也沒有劇本講一講 就演了 大家就演得很好 就開始慢慢往戲劇的方面 但是因為沒有腳本 所以排過以後 我自己都開始記 講哪一句話 我走到哪裡 位置在哪裡 我自己記 記完以後 我腦子裡面還是有 再亂一遍 也沒有人幫你包裝 也沒有人幫你答應 什麼東西靠自己 以前我們到哪裡不作秀 那個皮箱是硬的 它是硬的皮箱 有的時候已經撞破了 他也捨不得丟掉 因為賺的錢也不多 我就扛著皮箱 中得要死 沒有助理 哪有助理 老婆不跟的話 你就一個人扛吧 你就搭火車 然後皮箱已經破掉 或是很糟糕 我們不好意思跟他點頭 我們就叫他沒聽到 帽子戴得滴滴的 你聽到 你那個還好 滿客難的 我一次去嫁人 基隆有一家 現在還有一家叫新生戲院 以前樓上是歌廳 我自己去印 我自己去 請問你們要不要難歌星 那個經理 好 你上去唱 唱完他就跟我講 你下個月15號來上班 一個月1500塊 我就很高興了 那個行李像他講得那麼大 我從台中 坐火車坐到 基隆火車站 捨不得坐經營車 台南運行 過那個基隆那個夜市 再過去啊 那天不知道什麼路 我不知道 走到那裡 在三樓 又沒有電梯 又抗上去 請問你們老闆在不在 他說什麼事啊 他叫我明天15號來上班 對不起 我們老闆換人 老闆換人 那你們有沒有缺男歌星 沒有 我們人員都夠了 謝謝 又抬回來 兩位大哥 你們的成名曲 還記得嗎 兩位的成名曲 第一張還可以 後兩張已經都忘了 因為那時候很多有進歌 新聞曲的進歌 舉個例子 秋葉飄飄 我唱片裡面的歌 一陣陣秋風吹來了 一片片落葉隨風飄 那時候老總統在生病了 落葉隨風飄 是不是要入土鴨 進 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真衰 就這樣子 剛才說進就進 我說新聞曲那些人 真的是天才 我愛死他了 他可以聯想很多 他可以聯想 小馬桶也進 老總統生病 跟多葉飄飄有個屁事 小馬桶也進 小馬桶也進 為什麼這很好 煮筆煮湯拍命人 台灣人有那麼多拍命人嗎 什麼 台灣人一定要賣肉桶嗎 姐進 那你們那時候工作真辛苦耶 對啊 自己還要順著他的聯想這樣 一張唱片那時候有十二首歌嘛 你十一首歌背進 包括主題曲 主打歌背進你混個屁啊 是這樣子啊 真的是這樣子 主打歌背進然後呢 然後就消失了 電視就沒得播啊 也不能上綜藝節目宣傳啊 整張唱片都進起來了 對啊 像我早期跟彭彭那個餐廳秀的 餐廳秀的 對啊 電台都不能播啦 也不能打歌啦 連上綜藝節目也不行啦 那其實那個時候我們也不上啦 我們那個時候的宗旨是 你要看我的節目你一定要花錢 要不然就買袋子 你不是買袋子就是看電影 要不然你就要到餐廳來 結果有一個節目在那個時候 他一直用很多的方式來邀請我們上 好 我說到這邊沒有辦法 好 我就上 我就故意弄到一套 很鹹的你知道嗎 很鹹的東西 羅米歐茲莉葉我就反串 然後我裡面呢就那個蓬蓬裙 蓬裙外裡面呢就 那個雞籠啊 雞籠啊你知道嗎 籠籠 裙子一拉開 咔 裡面就穿 穿那個吊帶褲 還可以掛一支雞出來 錢拿了沒有播出 整段拿掉 不能播 可是有一陣子 你在台上 講一些含色的話都不行了 比如說 好 你不用說英文 你去顧我 你要吃牛你不用說 就叫部位長人 哦 嘖嘖嘖 哈哈哈哈 你去掛啦 宇天好像就 你就是割肩 一進就是半年 你不能上台 你不能上台 割肩啊 任何表演都不行 電視 舞台 什麼都不行 連出唱片都不行 那時候這麼嚴格 剝奪你一年賺錢的權利 就是這樣子 封掉啦 宇天就被禁啊 這種很簡單的笑話都不能講 宇天那個時候就講了一個 我什麼英雄在賣豆奶的 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麥多江他就幫你想到那裡去了 想到他自己的豆漿嘛 OK 所以豆漿在那個時候就是豆漿了 對 了解了解 可是我們現在聽起來真的很荒謬 那個時候是戒嚴時期嗎 對 戒嚴 戒嚴時期 我們這個節目在那時候 像我們三個已經在被關 綠島 可能是槍斃啦 國光幫 光這三個字可能就掛了 管訓 六期 搞小團體 可是你們那時候都很 比如說你們表演的環境也好 要求這麼多也好 那你們怎麼會後來變成喜劇演員 你沒辦法 你說像我 唱也唱不過人家 帥也沒人家帥啊 哪有喔 不會啊 你剛剛唱那個林聰那個很正啊 對啊 你還真 但是以前沒有模仿啦 剛剛他講的 那個時候是私底下這樣子在玩嘛 那你說走喜劇我是在 在這個流浪的當中 我找到我一個朋友 他在當樂隊領班在中壢 那他就跟我講 我們這裡沒有缺歌星 他說今天晚上要排戲 有一個角色不要講話 上去撿個破爛就走 我就在那邊待了三天 我就把那個戲全部看進去 那個戲呢 他本身他就是一個喜劇 所以我到另外一個點的時候 換我拿出來排 我自己演那個角色 一演就 演上手 演上手啦 就開始演喜劇 不過演戲的過程不是這樣子 我在烈森客廳 那時候我是除了唱歌之外 然後其他 其他都在後台休息 那有排一個就是包工 陳世美那個戲 缺個角色 雜美安 對 缺什麼角色呢 缺那個太監 對 然後陳世美出去 那他上忙保健 在後面跟著那一個 也沒有機會帶麥克風 沒有半句話 反正他一出去 我就站在旁邊就對了 就演了那個角色 也覺得滿好玩的 那老闆看說 你上去演戲也不會害怕 手忙腳亂不會害怕 下一齣戲呢 就安排了一個角色 然後就演啊演啊演啊 導演也覺得我們滿好 滿好用的演啊演啊演啊 已經忘記唱歌了 不是 用什麼呢要上檔的歌姓很多啊 你知道嗎 我就負責就演戲的就這樣子 要不然就跳歌舞 而且那個唱歌的能演的沒幾個 舞台跟電視演員是不一樣的 舞台電視電影各階層 都完全都不一樣 就分開的 分開的 像我在舞台演了十幾年的戲 第一次去拍電影我也不會拍 對啊 那個答案 哪裡來的演歌啦 殺掉了 因為你一聽到一杯那個雞雞 然後叫我對著雞雞笑 我的神經病那裡沒人耶 唱出來 不會演嘛 我們舞台上是丟過來丟過去 情緒反應都很自然的嘛 很直接的 想看你知道嗎 兩位大哥模仿一級棒 那遲到 哇 這個我們好像看 有一陣子我把領養港認成是你 我完全不忘記領養港 我只記得你 難怪他沒學雙雞 那個直指最早也是好玩啦 好玩啦 我跟那個蔡龜出了一張錄音帶叫 那個時候我跟他曲名叫 八三妖笑笑樂言 那個時候我就學了他的語氣 那個時候剛好他兒子跟我也熟 我還叫他到錄音室來聽一下 這個好像這裡比較接近 那個地方可以在那個 後來發現到他有很多他講話的那個特色 所以那有一陣子是在 專門在模仿他 對 而且你模仿他好像 神情 阿坎博來了 各位觀眾 關於這個問題啊 我想素嫌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我跟領養港看他會氣死人 他有那麼白痴嗎 不是白痴 你注意他 他一定會 他嘴巴這邊有比較會用力 而且他講話還會吞一下 會吞嘴 他嘴唇是往內的 對 所以我看啊 這個素嫌還是要從場記憶啊 對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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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看到學領養港的最像的孩子是 廖伯 廖伯 叫廖伯伯 廖伯 廖伯 都從簡嘛 叫廖伯伯 以前還有王孟靈 專門在學的 王孟靈 政治人物 還有蠻多的嘛 牛頭牌那個後來就是我去配音的啊 是喔 還是牛頭牌的最好啊 因為高湯啊 我去配吧 要不要讓你除了阿港伯之外 還有誰 我告訴你 他歌唱方面 他學的人多了 謝雷他也會學 還有 誰 誰 生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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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學的好像 其實以前我們出來唱歌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偶像 謝雷那個時候正宏 余天正宏 所以我們在學歌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學他的 對 所以有一次我跟謝雷同台 我們在台中 那我就故意 先他一抱謝雷 然後他 我先在幕後先聽他唱 人說就能 他是抖音 他的抖音 還有他的胸腔 他很特殊 然後一走出去 是我 他怎麼變成這樣 後來就是學那個羅大佑的 羅大佑他賞門又不一樣 假如你先生帶著路干小子 所以當初我在台上表演就是 弄了一套假髮 然後弄了一個衣服 拿一把掃把 再學他 那個也做了一陣子 那已經都是經典了 沒有人學得出來 他很多人也是學生淨衣 還是他學了這一項 我這個老兄弟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 生淨衣 我那個時候他每天晚上都陪我睡覺 我都聽 我聽他唱 抓他的精髓 所以他唱 我如果落地板上去 我如果落地板上去唱歌 心裡夢 我媽也有 他是 他是六四 然後他還會抖音 往上拉 他會哭 他是要伴侶的 我一接近他 他就要掛了 有一次在巴黎石 那台子不是很小嗎 克里斯都坐在這個地方 他眼裡穿那個 那個 算是 也是改良式的旗袍 可是那布料是薄薄的 還開到這個地方 裡面還真的穿了紅內褲 這麼敬業 最後一場 我告訴你 我就開始抓他了 氣球抓破 我 我把他這個開槽全部都撕開了 那個 巴黎石後台很窄窄的吧 這個走道一樣 我就從舞台這邊 從這邊追出來 所以說我 追出來他那個起跑已經不見了 你知道嗎 是那條內褲 我 內褲都把他脫下來 觀眾就笑翻掉了 後來他就抓住前面趴在地下 我一直把內褲脫下來 已經看到他的屁股 其實我們以前在 沒有 我們是玩到這個樣子 很好玩 舞台上有觀眾 我們都這樣子玩 我們不只在台上玩 我們台下也玩 有一次我們兩個錄影 在錄影 剛好 我們兩個當主持人 剛好現場 漂亮的東西 現場請了一位 Hinoki的 Hinoki的桶子 那個老師傅來 然後他又走 他是送我一個那個 專門在咬水的桶子 那Hinoki是很香的 很香 你知道嗎 我們下台以後 他就坐在這邊抽菸 我跟許捷惠兩個人在那邊聊天 他不知道他面向那邊 對 我跟許捷惠說 我就這樣子 這很香 然後我就不講話 我就把它拿來放在這裡 放了一個悶屁 他都不知道 然後那個許捷惠一看 他就走掉了 我就 欸 牛仔 怎麼啦 這盒銀子很香 你給我看看 哇塞 這臭到不行啊 我跟許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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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對 我這很香 他一拿過來 整個桶埋進去 我跟許捷惠 那個臭味 我跟許捷惠來不及 一半一半一半 然後他一爬起來說 你放肥惠 真的臭到不行啊 天啊 兩位在電視界上 也創下很多的歷史 先講方大哥 方大哥那個做十三年的節目 你說天天開心 太厲害 十三年多 天天開心有十三年 你不知道 快十四年了 多恐怖啊 有一千多集是不是 一千三百多集 哪裡一千三百多集 三千多集吧 三千八百 三千八百那只是天天開心系列 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禮拜六是開心舞台 禮拜天是金舞台 那不算了 就裝包啊 那還有開心系列的連續劇 這樣算起來 差不多五千幾而已 那那個 還好啦 對不起 那那個 我印象中 有一個 那個是 那是禮語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那是禮語 有一個單元嘛 給他太久了 什麼禮語 你就小禮喔 還知語 你要講一個 印象中的 比如說我們國王幫幫忙 這個節目開始有讚喔 各位觀眾朋友 禮語尊時太看 對… 禮語是一種強調 對… 廖大哥那時候演那個 施工 施工奇案 施工奇案 在我來講 其實它是我對戲劇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轉捩點 怎麼說呢 因為過去人家覺得我們是演喜劇的演員 對… 沒有什麼深度 那事實上當初要推出的時候 也很多人說實在在看笑話 不看好就對了 對 不看好 其中演過好幾個單元嘛 對… 很酷的 他演好幾個單元都很好 所以 事實上一個戲劇的成功 他不是個人的啦 腳本要好 組合要好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都很感激那個 每一個來演過的演員 每一個單元 因為演到最後 說真的 他們都很賣力在演 每一個都演得很好 到最後 施工還是回到我身上 對… 印象中秀場的主持人 都很會把妹 主持人是吧 對 不要這樣 我不是主持人 你要是主持人 講… 好 讓你不要這樣 對 我告訴你 我在演藝圈 真的 我是最沒有新聞的 我一週刊真的 要想倒的會去找我 對 沒錯 可是那你年輕的時候咧 你年輕的時候 你不會主動去把妹嗎 年輕人很少 很少 其實我們跟一般 他是很精采的 你會說 我現在要聽你說話 你講… 你唱歌也沒有 有啊 我也有 其實… 唱歌我也不會出錯 不要這樣 其實我們跟你們的印象 那個… 所謂的主持人 很會把妹 不一樣 因為我當初 我是跟彭彭兩個在一起 在餐廳秀的時候 我們一個晚上跑10場咧 怎麼把 你怎麼跑 一個晚上跑10場咧 時間都算好的 這個半個鐘頭 完了以後下台 20分鐘到那邊 馬上又上台 然後馬上又趕到那邊 上台 要拔也沒辦法 跟拔麵兩三點 連你了 軟掉 軟掉 那時候應該睡覺最重要 對 還有第二天 那個時候還有電影要拍 對 白天還要工作 還要錄音帶 我錄音帶還自己寫 我要改歌還要什麼東西 不可能沒有時間 比較… 你說拔妹 還比較不像我們這一掛 飛哥他們那一掛 他們就精采了 賀大哥那一掛 所以你如果… 他們就把刀瘋掉了 你看 這是以前 廖哥的一些海報 這個是天才小兵 天才小兵 這前一陣子還在播 這個是 王傑 這部戲我印象中 好像賣得不錯 非常好 第三部 這個我有印象 就是你帶著小孩去當兵 對… 那很多笑話 還背著出腳這樣子 對 這個也是 先生騙鬼 這上面還有傅娟耶 有傅娟 曾…曾志偉 對 那時候朱導演拍的一系列電影 都是你們找你們這一隊去演 連續拍 這是什麼 這張就厲害了 這是什麼 當年的青春偶像看到沒有 有演唱嗎 前途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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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走樣了 以前我的臉差不多三分地而已 我真的不騙你 男人到了這個年齡 是不是只剩一張嘴 我們兩個 已經三十年老朋友了 對皮質都滿了解的 身體狀況都還滿好的 現在上這個還在互噴 不是啊 我上一次上這個廁所 我就顧藥室啊 餐廳裡面不是放那個冰塊嗎 好大一塊 我在操縱 你要一個抓下去 你還不知道 沒有 你這十戒啊 海都分開了 好厲害… 好厲害 我是直接把它變成碎冰塊 更厲害的那些正碎 直接完全融化對不對 你碎… 你碎冰雞喔 你們尿出來是雷射嗎 不是 我先可能再來直的 不過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那個廖俊哥 他那個尿療法 真的是全國造成蜂巢 我這個人是好奇啦 我看到那個書 其實我第一次看是那個楊貴妹 然後拿給我看 楊貴妹那個時候在拍那個 有一部戲《草地狀元》 那我去跟那個林導演探班 林伍蒂導演探班 然後看到哪一本書 我就拿來看 那這雞 真的是會喝你 看他寫了那麼多 我就想 自己的雞 喝也不會死啊 不會死啊 人家隨便拿一杯水給你 那剛才妹妹不曉得沒有放什麼 東西在裡面 我們沒看到 我們就喝啦 對 那為什麼你對你自己的尿 那麼沒有信心啊 嗯 所以要培養自己的信心 到現在還在喝嗎 現在是偶爾 偶爾 想到的時候 當我尿起來覺得它是 白色透明的時候我就喝 如果黃黃一點點那個不要喝 上面還有一層油這樣 對不對 那又是什麼 因為那個比較嗆 你如果 那個顏色越黃越深的話 還比較臭油險 對 味道比較重 所以要喝完啤酒以後喝最棒 喔 對不對 喝完啤酒 還可以再回收 對啊 白的喔 那個菜好 有時候出外景有沒有 口渴啊 沒水 倒一下 哎呀 沒水乾 我比你夏天你 媽 這麼熱又會熱的 大哥你喝到 大哥你喝到最瘋狂的境界的時候 是 一直喝嗎 天天喝 沒有啦 就是早上起來啦 有的時候就是 我看還不錯的時候就喝啦 那有的時候想喝的時候沒有尿 沒有那麼渴吧 想喝沒尿 你再給我喝一點 沒有 我的還想打算外銷呢 沒有啦 那個東西就是你自己想喝的時候 體內循環 新陳代謝 對 其實你如果吃得清淡的話 多喝水的話 你那個尿沒有什麼味道 對 你現在一想到尿的味道 是想到廁所的味道 不是想到你自己尿 尿燒味 尿燒味 你尿出來以後 它久了它開始 開始起變化了 那個臭味才會來嘛 對不對 那喝下去 你真的覺得自己體質有改變的是哪裡 在那一段期間 我很少感冒 很少感冒 抵抗力變強 抵抗力變強 就流行性感冒什麼 四周圍你拍戲啊 大家都中了 你沒有 你沒有安裝 那當然這個當中 一直到最近也有一些報導出來 說尿裡面它有一些抗癌的成分啊 有些什麼啦 還是見仁見智啦 我是抱著一種說 我自己的東西我為什麼不敢去突破它 因為人有的時候 你一個觀念進去以後 你很難去改變 你從小你父母親教你說 你這個尿是髒的 你要把它整個扭轉過來說 沒有啊 它是從我體內出來 怎麼會髒呢 你要有這種觀念 它這個觀念是很正確的 比如說好 你這一份牛排是你的 你自己口水吐一 你吐在那個地方 你再會去吃嗎 會覺得你滿噁心的嘛 對不對 它就突破這個是不錯的 這個比喻滿怪的 那不是說 口水也是自己的啦 對啊 自己的可是你就不敢吃 你就不敢吃了 尿療是要喝比較清淡的尿 而不是喝那種濃 就是比較清淡的 其實它都一樣啦 但是為了要口感比較好啊 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要講究一下 你怎麼讓你那一杯原汁的 口感更好啊 加點果糖啊 也可以啊 鹹的話N3啊 紅椒 共吻放兩顆 還會懷疑 懷疑自己能不能糖尿病 加點威士忌也可以 其實今天我們跟兩位大哥聊聊天 真的是滿快樂 而且學到他們以前的經驗 也知道他們以前的一些表演的方式 還有他們其實 其實其實現在對不起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是 我最近做了一個旅遊網 旅遊網 旅遊網 我這個旅遊網跟一般的旅遊網 完全不一樣 那裡不一樣 我叫OGS上趴趴走旅遊網 OGSPPG 我是完全是在 叫OGS上趴趴走旅遊網 OGSPPG 可是講起英文有點A 不要這樣 你知道嗎 OGS上 PPG 我們完全是在服務 這個到處去旅遊的網友 是 然後我跟人家不一樣 是我還拍了影音的 這裡代替全國的觀眾 謝謝您 歡迎上網 歡迎上網 好 今天我們謝謝方大哥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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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厲害了 你看 五十八歲老父下家二十五歲男子 五十歲的公公氣到中風 送醫後不治 哎呀 一場喜事變喪事 何必呢 搞成這樣幹嘛 是嘛 明明是喜事氣什麼呢 應該祝福人家小兩口嘛 哎呀 你說得到輕鬆啊 要是你的兒子啊 去擺一個六十歲的歷史的話 你不瘋掉才怪 搞不好那個歷史 都可以當你媽啦 什麼瘋掉 我覺得他應該先把他兒子 先打死才對 沒錯 只要我還活著一天 這種女大男小的事情啊 我絕對不允許 你看 你看 你看那邊啊 你知道你這叫做什麼 你這叫做 把人的胃拿死掉了 就是嘛 哎 可是我就不懂了 到底是誰規定的 為什麼結婚就一定要男大女小呢 我跟你講啦 像結婚這種事 一定要慎重考慮 天下父母心 不是你好帥可以了解的 來 你倒說說看啊 OK 我今天打個比方 雞管爺 假設你今天嫁女兒 你希望你的女兒 嫁給一個一無所有的小矛頭 還是嫁給事業有成的成熟男人 我當然希望我的女兒 嫁給像我這樣子 成熟穩重的男人啊 要不然日後啊 怎麼能夠負得起這個家庭責任呢 對不對 這就對了 根據醫學統計啊 同年齡的女人 心智一定比同年齡的男人大 所以呢 男大女小 剛好可以平衡這個平衡點 了了吧 富哥 你這個話說得 倒是有點道理 不過我倒是覺得 其實女大男小這種老少配啊 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不是有一句俗話說嗎 什麼 聽起來不錯啊 對 而且那個性學家說過 男人性運最強的時候呢 是18歲到30歲 而女人呢 他們是35歲到45歲 所以說呢這個女大男小啊 就性生活上面來講 是一個最佳的配合啊 好帥啊 你不要每次一提到性事你就昏頭了 我告訴你 女人比男人老得快 當你看到這個徐娘伴老熟女的時候 她的性生活當然是快樂的嘛 可是再過十年 你看到她滿臉的皺紋的時候 你能性智高昂嗎 不可能嘛 真的喔 如果是這樣我還真的是下不去 其實我覺得只要能夠快樂幸福 不管是男大女小男小女大什麼什麼 都沒關係啦 我接個電話啊 不不不 我們拆個拳門 扶起來 婆婆你好 不要這樣說啦 叫我阿嬌啦 你好 阿嬌 阿嬌啊 我有一個事情跟你請問一下 什麼事情 你贊不贊成那個吃嫩草啊 吃嫩草 我不慢耶 意思就是像那個啊 像那個有沒有 那個前一陣子那個小鎮跟莉莉 女大男小那種 老嫂配那種 那種 不錯啊 很好啊 現代世代不一樣 不要說那麼多 她開心就好了 哎呀 這個啊 婆婆啊 你喔 你還叫婆婆 你把阿嬌撈起來 叫阿嬌 阿嬌 阿嬌啊 我覺得你真的很開放耶 像我喔 其實我是不太贊成這樣子啦 雖然啊 有的人說是開心就好 但是喔 阿嬌 趕快進來睡覺啦 很晚啦 好啦 阿嬌啊 你兒子爹叫你喔 不是啦 你兒子啦 你好 這麼晚了喔 這樣我要來睡了喔 好 晚安 晚安 再見 再見 他老公要好好認識一下 是不是紅十字協會的 真的 趕快睡覺... 今天會做噩夢 好奇怪喔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期待你上我的節目很久了 真的喔 對啊 對啊 沒有 我跟... 不是 我跟彭哥認識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 來賓來 你親自去握手 對啊 而且還沒握我 妳看 就是你們不爽的話 就直接打起來就好啦 對 孩子是比較 會採取另外一種比較陰柔 冷戰 難怪你都不跟我打 對不對 可以喔 馬上先被他將了一軍 馬上先被他將了一軍 沒有